Sam Presti 請看今天這支影片好不好 好好了解一下什麼叫做 沒血沒熱的交易機器好不好 各位看一下 所有的許牛犬 所有 全部的低倫羞群 全部是我的了 所以挑戰真的好困難啦 哈囉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各位看到這個方面 看到這個標題 各位就知道我今天所要介紹的內容的話是什麼 沒有錯 我們今天的話就來讓 奧卡哈馬連隊擁有全NBA 所有的第一輪選優權 這個挑戰我個人認為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但真的要講的話 現在Sam Presti 已經將自己的選優權 一路累積到了2027年 包含了2021年的三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一個二輪選優權 2022年的兩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一個第二輪選優權 2023年的四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三個第二輪選優權 2024年的三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三個第二輪選優權 2025年的三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三個第二輪選優權 2026年的三個第一輪選優權 以及三個第二輪選優權 最後則是2027年的一個一輪選優權 以及四個二輪選優權 也就是在2027年以前 奧卡哈馬連隊擁有19個首輪圈 以及19個二輪圈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也可謂前無古人 但是如果要說後無來者的話 沒有 今天就要被我打破了 我今天就要獲得全聯盟所有的一輪選優權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要來直接開始我們今天這個挑戰吧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要來操作雷霆隊 然後這邊要跟各位稍微講幾個聲明 第一件事情這只是遊戲而已 你們不用覺得說 等一下我教育某某球員 你們說到底要衝啊小 你們先不用這樣想 我們今天最主要目的的話 是要做這個挑戰 把所有的選優權全部要到第一輪 這是我們的挑戰 那今天第二點的話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我這邊唯一做的改動的話就是 將實體瓶條款給刪除掉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實在是 太干擾我今天要做這個交易案的一個可能性了 所以這邊處理出來的話 都是跟原版一模一樣 我們這邊的話就沒有再做任何的一個更動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首先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選優權啊 哇 我們這選優權一字排開真的是 應該全聯盟最多 真的沒有什麼他的問題啊 然後火箭隊真的是 史上最慘球隊啊 就是他擺最爛的爛 給最好的籤 這個是他們 這個賽季做的事情啊 哇 他們這整個賽季基本上什麼人都沒有啦 然後他們還要把選優權給其他球隊啊 這真的他們很慘 我個人認為今年要達成這個目標的可能性的話 有點難 有點難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過個一年 我們才能夠達到 你知道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交易案 可能就是這個 荊州勇士隊的這兩個選優權的交易案 哇 他們居然要把Geldius Alexander拿出來 但我們這邊不能用交換的 我們必須 如果真的要拿到他的話 我們必須要用就是 直接白換的 這個對我們來說才有意義 哇 這個真的是 想破頭也不可能這樣交易啊 哇 這個交易真的是很慘烈啊 我們用四個二人選優權 加上Geldius Alexander 還有這個 Isa Robby 這些球員 去換 這三個選優權 這三個選優權真的是 太可怕了 我們把他們換來之後 我們是整個天翻地覆啦 好 我們今年 就先試試看 這樣 哇 第一次交易就獲得了大量的收穫啊 不過我覺得今年要把所有選優權要來的可能性 有點難 有點難 拖光者隊這邊想要什麼 DOTOR不是不能給 只是 我們這邊 跟你多要兩個選優權 我覺得OKC的2025選優權可以給 然後我們這邊 給他多給幾個二輪選優權 不能交換 不能交換 要就直接給好不好 哇 看來有點難喔 我們給他2024的我們自己的選優權 嗯 勉強可以接受 我們二輪選優權全部要到底 哎呀 我們把DOTOR給過去 然後要兩個選優權 這波就不算虧了 雖然DOTOR這個給的有點尷尬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 附地重要 好 我們現在這個陣容應該已經 慢慢的 不成人形啦 只能這樣講 哇 太陽隊的選優權難囉 Moss Brown我不是不能給 只是你要拿選優權的話 就給個阿殺了一點 拜託 他這邊要兩個波團拖光者隊的選優權 哦 感覺起來 慢慢開始困難囉 火箭隊的選優權 火箭隊應該估計還會再浪個幾年啦 所以 這邊他這樣換 再加個這個二輪選優權 2023的可以給你 他要再換2025的選優權 嗯 那我目前為止的話 這樣子換還可以 最主要是我現在兩個選優權護罐而已 然後我們多加了2021的太陽隊選優權 這個是可以的 好 我們就先這樣換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擁有了多少個選優權啊 六個首輪選優權 Sam Presti 請看今天這支影片好不好 好好了解一下什麼叫做 沒血沒熱的交易機器好不好 我覺得Ola Depot這個可以換 可是我們這邊可能要多要幾個選優權哦 2021選優權不給 你後面的選優權我都可以給啊 但是2021的我真的不給 我自己也給你怎麼樣 這邊可以再給你 太陽隊換OKC的選優權 OK 有囉 不過我們這邊幾乎把自己家的球員幾乎都清空啦 把2024選優權 2025的選優權 然後去換2022的首輪跟次輪 然後再加上一個Mamiro隊的2025的選優權 這比交易本身是OK的 並且這個Vito Artipo我們這邊還可以換個位置 然後去換更多東西啊 不過我們這邊Aid Hopper先拉到四號位 我們搞不好可以換點更多東西回來 我們去理解一下 我們這邊換了前陣處的保護選優權 我們這邊看一下他能不能就是 擺給這個2025的選優權 擺給一波啊 哦 Stanley Johnson 然後這邊把這個Drew Run給換過來 我們能不能再多攤一點 我覺得這筆交易案是一個漂亮的交易案啦 我們換到Kell Rory 然後加這個前陣處的保護選優權 多倫多暴龍隊成績再爛也不到前陣處的吧 雖然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覺得應該不太容易 好我們這筆交易案換出去了 目前為止這個陣容越發的爛 但不要緊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到所有選優權啊 1 2 3 4 5 6 7 7個選優權 然後我們換到7個選優權之後的話 目前為止我們這邊先跳兩個月 我們這兩個月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有沒有可能性 要到更多的這個選優權啊 好現在來到2月1號 目前為止我們戰績挺爛的 但目前為止不要緊啊 我們球隊就是要擺爛嘛對不對 來Kell Rory 今天就是你要被這個 抓下去的時候啦 總不可能沒有選優權可以換吧 唉唷 完了 我覺得 印證我自己剛剛所說的啊 我覺得很難哦 因為他畢竟薪資頗高啊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要換選優權的話 必須要換一些就是可能整體 評價沒這麼好 哇 這邊又把它換回來是不是 我可以白嫖一個選優權我不虧啊 我覺得這筆交易可能優點東西哦 熱鬥選秀加這個 這個選優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 哇 前三順位保護 我覺得這裡加上是可以的哦 Kell Rory換John Wall 這邊熱鬥選秀要怪看看 這個熱鬥選秀至關重要啊 哇 直接大爆炸 Bron這邊不是不能給 只是我覺得 好啦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再多給一個選優權 再把這個還給你 2022前十順位保護 把這個東西給他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底隊火災隊的選優權太難拿到了 Arkstein沒有必要要來 好吧 那如此的話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交易案達成 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很有可能 可以在2021年把這整個事情給完成啊 所以我覺得 把這個選優權交易出去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John Wall這邊的話是一個很尷尬的東西啊 沒錯 我們這邊之後還要再做其他交易案把它給除掉 現在這個遊戲裡面還蠻容易把超級點心球員給清掉的 這個是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的事情啊 60天之後這兩個要被清掉啊 T5隊的選優權應該就比較沒有價格啦 應該相對起來就還好了 哇 他們要給的東西也是多的餒 熱鬥保護有這麼值錢的嗎 我覺得不餒 哇 他們要的東西越來越多餒 兩個選優權換你2021的選優權 哇 Poczeworski 這邊要出去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們這邊要多要三個選優權 這邊要交換 交換就不給 這邊可以多給幾個球員啊 這邊跟你要砍趴走之外 我這邊額外要三個選優權 這邊要互換 互換不給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可以接受的事情 2021的丹佛境外界選優權 然後互換選優權 這個互換還是不要 前段說會保護選優權有沒有可能機會 唉唷 這個可以 前段說會保護的話 對他們而言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用三個球星加一個選優權換對面三個球員 然後加兩個選優權 這個是可以的 這比較像成功 那目前為止我用了九個選優權 這個已經算是操作很極限了 2023丹佛境外的選優權 去換布魯克林浪文隊2021的選優權 這個他沒有想法了嗎 熊妹反而不是我今天的重點 我只是想要一個底薪的球員而已 所以能要給他更好的球員嗎 OK 這邊換到了 目前擁有十個選優權 這個幾乎已經把聯盟一半以上的選優權 全部都要在我手上了 這邊是要把墨爾給出去 選優權這邊的話 可以給你2022的金浪文隊選優權 這個東西很賺的 我們這邊多要兩個選優權 這邊他是要交換 交換的話就沒門 這邊布魯克林讓我對選優權 再邀過來 我們先想一下用兩個選優權 去換對面三個選優權 這件事情本身我可以接受 但就只是在於說 我能夠不給選優權 那盡量不給啊 所以是快點對著選優權給他 然後問看看這樣子有沒有機會 兩個2022的選優權 去換這些選優權 但是我總覺得少了一個選優權 再試試看看 他就是要我這個選優權 真的很過分 哇 這樣子換不到的嗎 給你多要一個啊 OK 神之交易啊 各位觀眾們 有囉 這邊我要到的三個選優權 用一個選優權換到三個選優權 真的太讚了 好 交易按成功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又要填補了一些未來的選優權 其他手輪只有剩四個 但是我們今年的話 目前十一個選優權 哇 聯盟一大半 其實我們最自豪的就是 我們擁有超多的薪資空間 我們這邊再把deck給交易出去 看看能不能用這樣子去換 凡是談論到我們本賽季的選優權 就一概不給 喔 這樣子反而是沒想法的 給他一個沒有塵好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有可能 2021兩個選優權不給 2021的選優權還是要這樣子換 不行 不給 不給 好 這邊極限操作一下前五順位保護 這邊我們畫到最極限看看 因為我覺得前五順位保護其實有點硬 哎呀 這邊還是不給 我們重點在這個手輪籤 所以這樣子感覺起來是有機會的喔 可以 先這樣子換 我覺得這個要來的可能性比較低 目前擁有十二個選優權 目前位置已經相當極限了 我們這邊看起來得要繼續模擬大概兩個月 到大概4月9號左右 也就是交易戒指的前幾天 我試看看有辦法繼續把這個交易案給完成 好 我們要交易球員的時候 已經發生這兩個球員全部受傷 導致於我們今年可能沒辦法 就做到交易這件事情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今年的話就先直接跳到我們這個季末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 我們能拿下什麼樣一個選優順位啊 好 我們現在來到季末 LeBron James拿下這個最後一家的球員 LeBron James拿下這個最後一家的球員 LeBron James拿下最後一家的球員 Christian Wood這邊是最佳節目獎 然後太陽路 最佳教練 這個總冠軍是誰 我個人認為不是很重要 我們今年就先直接跳過 這邊是亞特蘭老衣隊拿下這個總冠軍 好 本次在季我們先來神抽一波啊 基本上 從主辦協辦所有單位 大部分選優權都是我們的啊 好 今年的話我們是拿下這個第一孫位 第八孫位 第九孫位 然後11 13 16 19 20 然後25 27這些順位啊 今年的這個選優 我原本預想可以拿更多啊 但是我們這邊僅僅只兌現十個選優權啊 但是我自己在今年有一個想法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先用Jung War 第八順位 第25順位 去換第四順位還有Quickly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 很有可能可以要更強的球員啊 沒有錯 我們這邊先這樣子換 主要的今年我們先把所有新的攻堅能清就清一清啊 好 這邊是Eric Blaisle 但這邊的話我就可能單換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刪看單換的方式 哇 聖盾巫師隊的選優權不能給 我可以給他第27順位沒有問題 再加上Saph Curry 但是一旦牽扯到兩個人以上的話 我們這邊可能就沒辦法直接就是 交易完就再把他交易出去啊 所以我們這邊也刪看用這樣的方式 要來一隻這個選優權之後的話 我們再選擇把他交易出去 好 我試著用Eric Blaisle 加他單魔教育隊第19順位 然後後來之下要跟我對這兩個選優權 好 這樣子換到了 因為19順位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問題啊 好 我們Saph Curry加17順位 我們再來看一下能不能多換更多更多選優權 好 目前看最棒的是換這兩個選優權過來 然後我們可以再試著問看看 能不能多要一兩個選優權 他加第9順位的華盾巫墩的選優權 我覺得這可以給 兩個選優權換四個選優權 這個沒大問題啊 我們這樣子換 因為我們最終的E4都還沒被換到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2022的Miamirio隊選優權 然後跟2025年的選優權 這樣子換 來 我們試著把那些最不重要的給換出去啊 我們最重要的是1跟4啊 其他的話我覺得還好 喔 這邊可以來多換兩個選優權 我們叫做無情的交易機器啊 就看我們今天啦 來 這個交易出去 今年我們先要Kanninghan 這個沒有大問題啊 Kanninghan要來之後的話 我們試著交易看看 我們不一定要交易他 我們試著交易看看 如果我們這邊可以要到 複數以上的選優權的話我們可以接受啊 但他這邊沒有其他的選優權 我們這邊直接選擇用交易的試試看看 這邊Bertax給我 然後我給你要四個選優權 2022的兩個選優權換出去 這個倒沒必要啊 我可以給你未來的選優權啊 他再加一個這個選優權 我可以給你第11順的選優權 OK你要5個 這樣子其實說實在我虧啊 如果今天他沒有多給我那選優權 我虧你啊 所以我這邊還是得把這個選優權給他是不是 沒關係啊我這邊換了5個選優權 我覺得Kanninghan給他 可以啦 好不好 接下來再輪到第4順位 我們這邊試著去用第4順位換昆明卡 昆明卡你就直接給我吧 他要再加這個選優權啊 那我不能給 我可以給2024的 好 這樣子我們要到了 好我們這邊再把Bertax給換出去 什麼叫做無情的交易機器啊 把所有選優權能換來都換來啊 無人隊選優權 快能不能要到2022的選優權 再加個今年的選優權 十一順位對我們而言 就沒什麼東西可以要啦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換了 OK 今年我們大豐收啊 我們可以在自由市場裡面 瘋狂要一群人啊 首先 快樂呢 頂心到頂 然後試著要來看看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有機會可以要到他 然後除此之外的話 包含像是John Collins 這個也是試試看啊 然後Jereth Allen 兩千四百萬 試試看 快樂呢 來 我們這邊把所有能來的球員都要來了 這邊算是把其他球員全部都替換掉 但我覺得無所謂啊 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籌碼 去要更強的球員了 好 我們今天擁有選優權的話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個選優權啊 我們今年不但擁有超強陣容啊 還擁有非常多的選優權啊 那些巨星對我們來說也只是教育的籌碼而已啊 我們這邊一路直接摸引到二月六號 我們今年 要來比大了 好我們現在我們來到二月六號 好我們這邊首先 Devon Deneman 去把這個二零二的選優權換掉 然後 接下來 二零二二年還有什麼選優權 沒有被我 這個收入囊中呢 喔這兩個選優權可以同時要來嗎 二零二三的選優順位 感覺會用對這個不容易喔 我沒有互換這個選項啊 只有你直接給我這個選項啊 Bezemore 然後這樣子換 OK 太賺了太賺了 有了有了 Bezemore對我來說也只是一個傭兵而已啊 越來越多選優權 都在我們的手上 太爽了太爽了 Patrick Mills 這邊 去換二零二的選優權 再換一個 漂亮 我們這邊看一下自由手段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被我們要來 心知上市我們可以要一個球員嗎 這個是 Storowski 機會來了 Tony Snell 然後加二零二的選優權 那個選優權我覺得還好 我們應該可以換得到 我們這邊只能直接 擺給一個選優權 去跟他試著硬換看看 不能要這兩個 絕對不能給你 要火箭隊選優權給他 啊這樣子我們虧 我沒辦法 我們這邊最重要的目的是 把Demar Derodon直接換上去 就是你不能留著他 這邊換個Dremont Green 但可惜他們自己本身沒有選優權了 這邊換個Pesco Siakon 有機會可以換得到 我們這邊用三個選優權去換他們兩個選優權 有沒有機會換得到 SF已經不錯了 不然我換到二號位嗎 這邊他最後是選擇這樣換嗎 DT火隊隊交換選優權不能給啊 哇 這邊看起來 Siakon來我是覺得沒什麼意外 但是 這邊不能用交換選優權 這邊一定要他直接給啊 好這邊 最後可以了嗎 可以 有有有我們這邊要到了兩個 2022選優權 要來了 Siakon這邊來到四號位 絕對前五數位保護這個 真的沒辦法用其他方式換到嗎 這邊這樣換兩個選優權 然後我之後可能 再用其他方式交易來 好吧 先這樣子 再跟蜗龍隊換一次 哇這個幾乎是發瘋式的交易啊 為了蜗龍隊選優權 把昆明卡交易出去 好吧 這邊看起來只能這樣白換啦 好吧 為了挑戰 換吧 我們現在目前擁有16個 NBA所能選優權 太困難了 太困難了 好我們這邊先等這個 Quadlander 商譽歸隊 Quadlander商譽歸隊啦 今天要做就要做大的 可以換其他隊 把Kevin Love過來 你把所有選優權 能給的都給我 不可能這邊只給你換兩個選優權喔 那個我太虧喔 哇靠咧 不會吧 好啦 換你Kevin Love還要看你臉色 太過分了吧 我們今天為了這個挑戰 真的是做到喪心病狂啊 真的不說話講 我們這邊可以換Chris Paul 那可以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試著去換一些 這邊 看起來要 多給這麼多選優權喔 好虧喔 但是Chris Paul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籌碼 我們這邊再把他換到二號位 我們這邊就以他為中心 再去做一筆交易案 我們去換Rudy Gobert 然後把Gobert再換個位置 我們再交易上去 92評分 Rudy Gobert 2025的選優權 再加個選優權給我 好漂亮 我們要到了其中一個目的 我們的2022的選優權 跳過來了 17個已經過半了 但這個還遠遠沒達到我們的目標啊 這個是有機會的嗎 2025的選優權 順位 花過多的錢 你屁股 欸 你CAMBA我可更貴 你在那邊跟我說 我不想會多餘的錢在PF上面 那更不可能啊 好我John Collins改個位置啦 免得你在那邊廢話 我把他換到小前鋒 這樣你應該就不會廢話了吧 再加2025的選優權給你 哇靠 喇叭嘴欸 你幹 綠三軍安琪真的是一個叻 叻叭嘴欸 一直在那邊靠北 好我覺得我這邊開始要去換一些就是 其他你的選優權了 這樣子才方便換 盡量找一些比較低的 像是Angel Wagons這種就可以啦 不然Angel Wagons不要跟你換嘛 我換Dramon Grimm嘛好不好 這樣你可不可以接受 漂亮 這樣我們就成功的要到了 其他你的選優權啦 我們這邊加起來去換Protax跟2026選優權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能不能再加個克里芬 其實對於選優權呢 唉呀 這邊不行 好這邊這樣換 好本戰季最後的話 就在做這筆交易彈 我們就先到那個下個賽季啦 好我們這個交易彈 換完之後 Wuchubich我們就可以 把他在那個時候再換到4號 換更好的球員 沒錯 好那我們今年來到季末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我們 到底能不能達成 全部30個球隊的 選優選優權全部是我們的 我今天一定要達到這個成就 好今年的話 Yokej拿下這個最有價的球員啦 唉呀 這個是不是在預示著什麼事情呢 可以看看拿這個最佳新秀 Viddle Adivo拿下最佳第二人 Yanset Combo這邊拿最佳防守球員 Maxi這邊拿最佳金部獎 Divinash這邊是拿下最佳教練 今天也沒有我們的事情啦 我們也不管誰是總冠軍啦 今天 喔 哇 有啊有啊有 這邊居然還不是Naman Leader 居然是Yokej欸 哇哦 好本賽季熱鬥選秀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拿到多少個選優孫位 目前二三孫位還不是我們的啊 這個我們得再看看怎麼跟他們要 你知道嗎 好舒服好舒服 但我們這邊的話 就要來做一些教練啦 跟紐約尼克隊換一下 你就可以回去紐約尼克隊啊 不感興趣 真的是該死 這比教練成了 然後 不去不去 先把他換到四號位 我們這邊再換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快喔 我覺得快到成功了 哎呀 再來一下 他不感興趣 啊 我們這邊有沒有機會再給一個球員 漂亮 好這邊要問一下Syaak 他怎麼要到其他你的選用權 一堆 全部問 這是我最後能做到 有可能達成的事情了 如果這邊這樣子不給我也沒辦法啦 他還是要換這個選用權 好啦好啦 哎呀 這個怎麼辦呢 我們試著 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先用看看 我們先去換一些更多選用權 這些選用權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拉回來 多倫多棒隊換不換 三個換了 目前為止很接近了 真的很接近了 我不想在這邊就失敗啊 然後六馬隊這個 換了 所以我們這邊最後可能也只能靠選秀吧 把我們的這個選秀給要過來啊 好這邊 狀元 emotivates 跟你們換 好不好 加個engrain給我 哇 這樣 不給 可惡 不要跟我要球員了 拜託你 哇我真的好可憐 我只能用steve adams 哎呀 這樣嚴格來說那個選用權還是我的啊 然後第二順位的話是homegram homegram要來之後的話 steve adams 去換這兩個 先這樣換 然後我期待用那兩個尋佑順位 這個應該有辦法換得到吧 好我這邊兩個尋佑拳給你了 我也不管 這個再給你 換 然後唯沒yama要過來 我現在還有什麼不是我的尋佑拳 14跟15 然後藍網隊那兩個尋佑拳 我知道不是 唯沒yama這邊就不要了 然後跟國王隊換 換他們的最頂級巨星 也就是carlinson tells 要不然國王隊等下再選 要不然國王隊等下再選 我覺得那個 那個給他太虧了 Jones Isaac 加這個 網民ban吧 那既然如此 只能跟他們要選用權 他這樣都不給我也沒辦法 你們不能跟我要任何一個選用權 一個都不行啊 啊我只能換兩個選用權喔 這樣我司機大虧耶 好啦好啦我覺得 換一個克里芬奇術隊 還能解決問題啦 我們這邊至少有更多的籌碼可以換 這邊先跟藍網隊換那個選用權啊 我不管你我不管你我不管你 來來來 2025選用權給我 還有哪些不是我選用權 魔術隊 國王隊 漢佛老鷹巫師 我們這邊再繼續往下選 Hopper我就覺得我還好 沒有這麼需要他 但接下來真的是 慘絕人寰我真的不錯話講 差一點點了差一點點了 我們這邊再給你要一個 這個 水 我們這邊要到market force 我們又可以再把他交易掉 然後我們這邊跟你們要 寒暑快賽 二輪選用權 漂亮 哇這真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 幾乎都已經快成為我的啊 剩下 老鷹隊 跟巫師隊 我們這邊再繼續往下選 成功了 各位 同志們我終於成功了 Petrovalence這邊 我就再把他交易掉就可以了 金塊隊這邊應該就很多人可以跟我選啊 好換到 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小前鋒 假設那麼多的話 Petrovalence我們就沒有必要要他 然後我們這邊跟巫師隊換 換他的話可以換到 哇 這樣怎麼換都虧呢 我這邊Petrovalence 然後換卡佩拉 這邊沒問題啊 我們這邊再用卡佩拉 最後把那個選用權換過來 就沒問題啦 好這些全部都給我了 各位看一下 所有的選用權 所有 全部的低倫雄權 全部是我的了 這個挑戰真的好困難啊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本期影片的內容啊 那我也是花了大概兩個小時在做本期的影片啊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多把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這支影片啊 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雷琴隊總管他是 多麼偉大 多麼厲害的一個人啊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就喜歡這支影片 大家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方訂閱 別忘了小鈴鐺 追蹤我的動態 那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會不定時的更新我的追蹤動態喔 好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